台湾 台湾 加油 加油 对 台湾加油 台湾加油 成功教会英国钢琴家 卡瓦娜台湾加油 在英国读书的台湾学生安安 其实恰好就住在车站附近 中国小粉红大闹卡瓦娜直播后 她一直想找机会 对挺台的卡瓦娜表达支持 这天总算遇到了 现场除了我台湾人以外 还有香港人 也有中国人 然后跟她的互动都是支持她 特别香港人 就是也有请她用 教她用粤语说香港加油 中国的年轻人 很多都是支持她的 台湾跟中国两岸问题 从国际政治舞台 延伸到民间身份认同 留学海外多年的安安很有感 自己就有多次与中国小粉红 交手的经验 比较激烈的 表示我也有遇过 就是直接拿 就是中国国企在面前挥啊 然后说你是我们的一部分 中国战狼是外交 从官方到民间 好战形象 反而让民主阵营更加团结 卡瓦娜也特别在脸书上 放出高举台湾国旗 以及小熊维尼8964 暗示天安门事件的照片 直戳中国敏感神经 也表达力挺民主自由 外交部长吴钊燮也推文 赞瞎喊话 卡瓦娜怎么不来台湾 一起庆祝对音乐言论自由的热爱 而且中国在这里并没有管辖权 他有跟我表达说 他其实蛮想去台湾的 之前英国有过就是 有中共的秘密警察 在英国的这种新闻 那他担心说 台湾会不会有类似的状况 然后他会有遇到危险 那我就跟他说台湾很安全 除了台湾都是国际舞台 台湾狼与粉红战狼 间接叫手 更凸显极权与自由 大有距离 请不吝点赞 订阅